主任王毅和政协主席贾西宁的谈话更强硬 问题在什么地方 问题是今天的马英九是可以说里外不是人 左边有压力右边有压力 还用排山倒海而来的民意和批评 所以他现在在国际上不太可能有什么突破 因为突不突破这张牌是在中共手里 比如说他就职以来 总算是台湾总算是加入了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作为一个观察员 这是中共点头的 中共不点头我想没有任何可能 比如说到现在为止 马英九说台湾希望加入世界民航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 到现在连门都没有 中共不太可能放松 只要马英九坚决反对统一的话 我想在外交上在国际社会上 中共不会让步 所以台湾学者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不是一个很务实的批评 因为这张牌不在马英九手里面 在中共手里面 如果马英九变成一个统派 我想中共在国际社会会对台湾做出善意的表示 也许在国际民航组织 国际气象组织 也许台湾在明年就可以进入 但是现在看起来我不认为有任何可能性 好 我们继续再接听一些听众和观众的电话 绝对不放弃使用武力 那这样的政策也就是相当于说 它的对台政策等于一国两制和平 等于是和平吞并 如果你不同意我和平吞并你的话 那我起码就使用武力来胁迫你 上谈判桌来跟我谈 那现在最近有一个说法 可能在马英九的第一个任期内 可能中共要采取一些措施 迫使马英九 也就是迫使台湾的马英九政府 坐上谈判桌 来谈判有关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问题 但是自从我观察了 这个两岸关系交流方面 两岸的关系 它这个不管是民间的交流 还有政治经济司法等方面的议题的谈判 它的症结就在于 两岸的政治地位 是否对等和平等上 因为中共呢 它一直都不承认台湾呢 是一个政治实体 也就是不给予你相应的国际地位 还有你相应的政治平等地位 这一点呢 就构成了对两岸谈判的阻碍和绊脚石 那两岸如果谈判有关 那个和平协议的问题的话 关键是要看两岸的领导人 是否有智慧和有能力 来破解这一症结 如何来破解 还有消除这一症结 就是考验了两岸领导人的那个智慧和能力 这个海南唐先生 时间关系就请您讲到这 下面我们再接一个辽宁刘先生的电话 辽宁刘先生您请讲 辽宁刘先生您好 您讲您请讲 中国大陆 他的政策是这个 请您关上您后面的收音机或者是电视机好吗 好的 那个杨教授 那个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呢 也我们要转一下 就是说谈谈这个美中关系和这个美台关系 那么最近呢就是 你知道去年那个奥巴马访华 那么台湾方面也是非常关注 是不是这个奥巴马政府呢 跟那个中国大陆走得太近 那么最近一系列报道呢 又似乎是让中国大陆感到很担忧 就是说美国呢准备对台军售 那么新华社也有报道 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那个江瑜也提到 中国方面的坚决反对 美国对台军售 那么这次呢 包括一些先进的黑鹰战机 还有一些导弹啊 还有一些比较先进的武器 都在这个武器单子里面 那么新华社说呢 这个美国对台军售呢 是损人不利己 那么对这个对台军售的问题 在台湾也有争议 那么您对这个问题 您是怎么看的 我个人是认为 这个对台军售 是美国既定的政策 大概不可能改变 台湾关系法里面 有规定 美国必须对台湾出售 这个防卫性的武器 让台湾有自卫能力 其实 很多人说 现在美台关系恶化 因为美国牛肉问题 其实我看未必 牛肉问题 只是经贸关系中的一个问题 我想美国对于马云九 最近反对统一的这个政策 恐怕是相当欣赏的 因为美国的政策 是反对统一的 一个统一强大 富强的中国 是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过去多次 说到反对统一 反对 改变现状 而且很明显的 台湾是美国 制衡中共的一张牌 这张牌在美国手里 美国不会放弃的 所以美台关系 会受 美国牛肉进口的影响 但是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我想 美国对台军售 是势在必行 而中共也很了解这一点 中共也没有什么太多办法 顶多是终止 中美军事交流 纽约 过去每次都是这样 08年的时候就有意思 然后就找个借口 就恢复了 下一次 附近当访问美国 大概就 又恢复中美军事交流 因为很明显的 在国际社会 美国需要中国 中国其实也需要 跟美国合作 所以这两个国家 有共同的利益 台湾在中间 您看过这个 马云九的元旦文告 他说这是小国战略 台湾是小国难为 但是要有智慧 所以 马云九坚持反对统一 反对法律态度 这个是不但符合 这个台湾的利益 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现阶段 中国也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 中国也知道你 台湾不可能改变 他目前的这个现状 因为要改变现状的话 那台湾会天翻地覆了 那马云九 未来连任之路 那更是更是危险了 所以维持现状是符合美中台 三方的国家利益 大概还有30秒时间 就是说 你觉得就是美国对台军售 是不是违反了 像中国所说的 817公报的这个原则和精神呢 美国的说法是很简单 因为你 因为美国 因为中共没有放弃 对台的武力威胁 中共没有放弃 武力统一 中国的可能性 所以美国不认为 是违反了817公报 好 谢谢您 谢谢 由于这个时间关系呢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 就为您进行到这儿 感谢美国西东大学 东亚研究教授杨丽宇博士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听 收看和参与 来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呢 美国之音中文部 也欢迎大家登陆我们的网站 或者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发表您对我们节目的看法 下面就是登陆 美国之音网站的具体方式 美国之音中文部电邮 chinese at voanews.com 下集中文部电邮 下集中文部电邮 我们下集中文部电邮 咱们应该发表的 并且发表我们下集中文部电邮